今天跟大家跟进一下儿童的疫苗进展 主要是说Vizor或者Moderna这些mRNA疫苗 这两家药厂都是积极地发展儿童疫苗 我比较少说儿童疫苗的进展 原因是儿童疫苗比较难讨论效果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正常的小朋友来说 感染了这个病毒多数都没大不了 很难找到一个严重的入院 相比大人的研究来说 药厂如果要发展一些小朋友的疫苗 他就需要牵涉很大量的小朋友 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研究 才等到有些严重的个案发生 从而去计算出疫苗的防止 这些严重后果有多有效或无效 但是疫情已经很厉害了 很难说是一直等的 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 我们容许药厂用第二个方法去做这个研究 药厂用了一个叫做immunobritching的方法 去量度疫苗的效果 简单说其实就是用一些替代的指标 来看那个疫苗有没有效果 他主要是用抗体的水平来量度 就是说我们找一些成人的打了针的人 如果打了针之后 他的抗体反应很好 保护不错的话 我们就用那些人的体内的抗体 那个水平 就看一看 究竟在小孩身上 打了针下去 就要达到 好像大人这么高的抗体水平 究竟要打多少分量和多少针 这样的 之后有点像考试 考试想找真的叻的人出来 那你是不是叻仔叻女呢 就是如果你考了A 那你可能是叻仔叻女了 但是这个量度的方法 就是作为一个指标 有些叻仔叻女可能就考很多个D 但是他就出来做事 才发挥到他的财能 但是当我们很难去看潜能的时候 就唯有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量度 希望就这个量度那把尺 是真的在量度我们想量度的东西 但是凡亲疫苗在小孩那里用 我们都会加倍特别小心的 因为小孩的体质 就跟大人有些分别 那我们也都不想在小孩身上 比如打了针 有些太大的副作用了 比如简单说 就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mRNA疫苗 是有一部分 在那些 比如16到30岁的男性 就会引起一些心脏肌肉发炎 另外就说如果小孩 比如说如果发高烧的话 打针之后很常发烧 大家都知道 如果发高烧的话 6岁20岁的小孩 就会发烧抽筋 如果有这样的副作用 虽然他很少说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是凡亲有这些副作用 产生了的话 即使你疫苗有效 很多人都会望之却步 很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 就不会被小朋友打 所以Visor就用了一些方法 就类尽地将分量减低 如果大人12岁以上 他就会用30个微克的分量 5-11岁的那些 他就会用三分一的分量 即是用10个微克 再小的那些5岁以下的那些 就用3个微克 那Moderna就有点不同 Moderna就一半一半的减低 大人就用100微克 6-11岁他就用50个微克 5岁以下的那些他就用25个微克 疫苗因为分量减低了 在小孩身上引起的副作用 比如发烧那些 就相对就真的不常见的 程度就和打其他小孩的疫苗 都没有太大分别 那这个是好事 但是Visor5岁以下 即是最低分量的那个组别 他打了两针之后 那个抗体反应 就似乎达不到大人 就相约一个理想的保护水平 所以他就想 propose 他的疫苗 可能需要打第三针才够 那Moderna就好些 Moderna就打了两针 就是说最小剂量的分量 5岁以下的那些 他打了两针 就似乎抗体反应 已经到预期理想的水平 但是不知幸运不幸运了 刚刚这个时候 Omicron就出现了 那为了Omicron出现 很多小孩都感染了Omicron病毒 突然间 药厂就有能力 可以收集到很多case 就是感染了Omicron之后 就是打了针之后 感染了Omicron之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的疫苗 实际效果有多好 但是出来的结果 似乎都是一般的 以Pfizer来说 5-11岁的年龄层 打了两针之后 那个保护 就保护一些有症状的感染 即不是重症 是有症状的感染而已 应该都是轻症的那些 保护的时间 似乎没有他们预期 像在大人那样长 而Moderna也是 效果都是一般的 防止小孩感染了Omicron之后 引起有病症 即轻症的感染 也只有40%左右 这当然很大原因 就是Omicron本身的变化太大了 变种太明显了 所以基于原本原早病毒制造出来的疫苗 不是很能够防止Omicron的感染 其实都是预计之内的 Pfizer、Moderna疫苗当初出来的时候 说有99%防止重症 防止感染 主要都是针对当初的原早病毒来说 其实今天如果你再做一个研究 看看这些疫苗对防止Omicron感染 就算在大人那里其实也不理想 有人会说不如叫那些药厂加大分量 可以吗? 加大分量似乎是药厂不是很愿意看到的 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说的 他们担心副作用令到家长对于 给不给小朋友打针有所避忌 所以他们宁愿向FDA、CDC申请打第三针 以加强保护好过每一剂加强的分量 所以疫苗最终推出的时候 可能今年夏天 多数可能都是一个三针的疫苗 讲了这么久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轻症 重症那方面又怎样呢? so far来说两家药厂 都不能够给到我们足够的资料 看得出疫苗对于防止重症实际的效果是怎样呢? 不过以成人来说 这么多的研究显示 就一直以来打了针之后 对于防止重症的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小孩是有点不同的 我觉得就没什么理由 就会觉得小孩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机制 就跟大人完全相反的 有理由相信其实小孩的疫苗 应该都可以引发一些足够的 比如B细胞、T细胞这些 防止重症的主要免疫机制 可以运作得好 维持一个长期的保护 好那这个就是最新的资料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订阅的时候记住按下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